来看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这个课题 我相信 在一般的书本上 你很难能够找到 为什么要讲这个 祷告与禁食呢 因为这是一个 重大的属灵操练 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益处的 与我们有最深切的关系 好 这个题目 让所有的人都能够谦卑 因为没有人做禁食祷告 能够做到像主耶稣一样 做到像保罗一样 我能够讲这个题目 实在是因为有极大的负担跟需要 并不是我已经做到了 有一些没有做到的地方 为求主正式赦免 继续带领我们教会往前面去 祷告与禁食 这是其实是一回事 是分不开的 我们刚才有姐妹问 说我们为自己的祷告 可不可以 这样子会不会不够属灵 其实我们就要晓得 主耶稣基督教导 他的门徒祷告 那些人是什么人呢 他们那些人是撇下一切 已经在跟随主的人 那些人是愿意为主付出性命的人 那些人 他们也是跟过主一段时间的人 所以我们今天从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中间 我们会发觉跟我们的祷告好像差很远 其实没有一个人可以用一样祷告的模式来教所有的人祷告 我们每一位在祷告的时候都先要知道 按照我们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 我们所求的当然是我们立刻需要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说神啊 供应我这些 帮助我这里 能够带我进入一个更蒙福的境界 然后保守我 给我食物吃 给我衣服穿 带我平平安安的回到家中 像雅各一样的 这并没有错 但是我们如果认识主多年以后仍然是这样祷告 那就问题很大了 这显明我们这个人是熟灵的婴孩 还不知道如何的为别人祷告 甚至是为主的需要来祷告 这是我们要知道为国度 为主的心意来祷告来征战 这样必须要在进食祷告 在我们肉体天然 老我救人的生命里面 被神处理过 被神对付过 否则我们不能进入那样的一个祷告的境界中 我们的祷告仍然是一个 像的空气一样斗拳 打空气 奔跑是无定向 我们也得不着神的应许 因为神告诉我们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是要先求祂的国 祂的义 这其他的一切都会加给我们 但是我们这个人不可能一开始就学习这些的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集中来看这个进食祷告 跟这个俗天征战中间有许多的关系 我们知道谁都希望自己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 大有能力的 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主日学 我们用一点点的时间来看这个祷告 我们的这个祷告是大有功效 有几点要注意的 第一点就是我们这个人必须是承受一个负担 这个负担这个祷告的负担是从神那里而来的 我们有这样的负担吗 我们能够认识这样的负担 是常常亲近神 所以我们第二方面必须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 不是离神很远的时候 我们的祷告就会击中父神的心 第三个我们应当存着迫切的心 我不晓得你有多迫切 希望来经历这个祷告蒙应允的喜乐 希望你的信心增添 希望你为别人的祷告能够真正帮助别人 第四个我们要看的是要除去一切的罪恶 撒旦肉体世界的所有一切的拦阻 我必须要操练 否则不知道什么是撒旦的诡计 第五个我们要相信 神是祷告的发动者 也是成全者 今天不是我们想祷告就祷告 是神放在我们那个里面 如果我们不祷告的时候 就里面没有平安 所以我们必须来祷告 发动者成全者 这是非常重要的 神成全大事 不是我们要神做他不要做的事 乃是我们的祷告 使得神要做的事 透过我们地上的人 愿意与他合作 来个讲出来 第六个要安静 要等候要聆听圣灵微小的声音 今天我本来是很小声可以讲的 但是这边有这么大的噪音的时候 我就只能用比较大的声音 希望你们听得见听不见的 我也没有办法了 但是 可以 好可以可以 要小声一点 没问题 不会要操练进食祷告 我是一次出去 几个礼拜我讲了六十九堂 所以不会有问题的 操练进食祷告 这是 就是一个习惯慢慢的养成 必须要经过一些 在生活中间 很敏锐的 很坚持的 而且很迫切的 想要亲近神 那最后 禁食祷告 它是初期教会 里面最重要的属灵操练之一 你可以看到 你们不用记太多笔记 我会把这个讲义全部发给你们 这个讲义当然在网站上也有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有 所以我会发给你们 禁食祷告有什么高难度 来想想看 有什么高难度 你为什么不能禁食祷告 我为什么不能禁食祷告 我为什么禁食祷告的时候 觉得很饿 又想到很多的事情都没有做 又怕身体受损害 对不对 我们的身体也是圣灵的电脑 我们都很体贴的 一定要让我们这个人 在这个身心灵都健壮 凡事兴盛 对不对 我们都知道 但是为什么还需要禁食祷告呢 好 所以两个声音 我现在可以稍微小一点 因为禁食祷告在熟灵征战里面 有奇妙的能力 与得胜的果效 所以呢 撒旦要竭力的拦阻基督徒的禁食祷告 明白这个事吗 这是禁食祷告 为什么那么重要 就是撒旦跟神的战场 直接就在我们的身上 是靠着禁食祷告 我们才能够体贴圣灵 不体贴肉体 所以我们需要知道一个真正操练 持续禁食祷告的圣徒是必须有决心 让神做功在我们身上 禁食祷告的操练是耶稣教导门徒的重要功课之一 但是今天的教会 特别是我们这一些知识非常丰富的教会 忽略了这个 几乎是完全忽略 不要说我们能够祷告 还要禁食 还能够知道我们在征战中得胜 这是一个艰难的题目 这不是一个艰难的题目 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很多的方式 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学习到 在信徒的生命 在禁食祷告的时候会成长的 教会的见证会如光一样的发挥出来 不会变得更加的微弱 耶稣如何教导禁食祷告呢 首先我们看一下 耶稣教导的禁食祷告是什么呢 就是要我们对付自己的天然生命 不要坐在别人的面前 今天很难 你们都可以得胜 因为你们不需要讲 我需要讲 所以有一些我会讲出来 我讲出来 又像保罗讲出来 他也是不得已的 他必须要讲出来 我们等一下可以来看 但是不是要故意坐在别人面前 这么多年我在牧养教会 有绝大多数的时间 我早晨是不吃东西的 在讲道以前是不吃东西的 是禁食的 我母亲那时候在我的教会 她如果在我们家中吃早餐的时候 看见我不吃 她会非常生气 她说这样 你等一下讲道的时候 第一个 没有气力 第二个 你会不通顺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要通顺呢 还是要有圣灵的能力 你会听见圣灵的声音 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一个阶段 挑战跟结果 可是我们就喜欢 人家喜欢听我们的口才 听我们的多流利的讲道 但是不是的 你必须要讲道的时候 是圣灵要跟那个人讲 讲了他会扎心 他回去以后 他会去行 他生命会改变 这才是重要的 所以当时我出来的时候 在许多的讲道中 他们觉得很奇怪 这些人都听了很久的道 为什么听了这一堂道的时候 就要觉知信主 我出去讲道的时候 非常多的人 是听见第一次 或者听了很多次以后 他不肯信主的人会信主的 这个不是我个人可以做的 因为我讲的 有很多人是非常厌烦 不喜欢听的 这个我都明白 因为我每个人 劝大家一年读圣经一遍 你什么字不认识 你什么经文不晓得 你讲那么多经文 他当然讨厌你 因为他也会 他不晓得你为什么还要讲 但是神的话 就是在他的话语 一出去的时候 绝不突然返回 神的话语 必带着能力 要成就 神所要成就的 所以大家不明白这些事情 那也只有由他不明白的 但是禁食祷告 不是坐在人的面前的 禁食祷告 是让天父知道 他在暗中查看 他必要报答你 今天我们很多的人说 神都没有关顾我 神都没有祝福我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没有按照神的心意而行 有些人有一点点禁食 他就让所有的人都知道 这个时候是禁食的 然后他脸上甚至 就是让人看出 他很瘦 很瘦苦 因为他在长时间禁食 其实不是这样做的 耶稣说 你不要让人看出来 你就好好的禁食 祷告就行了 我儿子这次到我们家 我问他说 你的裤带是多少 因为我有一些 我穿不下的衣服 虽然旧了 但是还可以用 结果他告诉我 我吓了一跳 我以为他是30 就是他说是29 那我一看我就说 哎呀 我也曾经28 但是现在不行了 不过呢 曾经有一次禁食祷告 一段长时间的时候 那29都可以穿 那就是说 我们现在 这个 在这些事情上面 我们需要多有一些操练了 是不是 所有的人都是因为重量 才去禁食呢 那不是 那是对身体健康的断食 不是禁食祷告 禁食祷告 必须是神 所发动的 我们看一看 耶稣如何教导禁食祷告 好 我们下面看到 禁食祷告是为国度的 扩充 为胜过撒旦的权势而进行的 耶稣吩咐门徒 就是当他要 离开这个世上的时候 他叫他做什么事情 说你们将要哀痛 并且要禁食 当然我们今天说 我懂得圣经 那只是对门徒说的 后来他又回来 他们就喜乐 他们就不禁食了 不是这样的 初期教会 他们要按利长老的时候 他们 禁食祷告 等一下我们会讲 这是重要的事情 他们要拆遣 喧嚣事出去的时候 他们禁食祷告 因为那是要带着属灵权柄的 圣灵说话了以后 他们仍然禁食祷告 因为他们要把 这个撒旦的权势 把它倾覆了 所以我们看见 耶稣对他们说 新郎和陪伴的人 同在的时候 陪伴的人 岂能哀痛呢 但日子将到 新郎要离开他们 那时候他们就要禁食了 今天我们能说 我们跟主的距离 跟能处当时的距离 比起来 我们是更近吗 他们看见耶稣 圣灵的能力 他恩赐就下来 他们同心合一 他们为主受苦 他们尚且要禁食祷告 更何况我们今天呢 我们今天为什么会不禁食祷告呢 因为这是撒旦要破坏教会 要让教会丧失能力 第一个要做的就是 除去禁食祷告 这是我们要小心看的 好 我们看一下 旧约里面有被禁食祷告 旧约里面的禁食祷告 是咋骂这个字 咋骂 你说哎呀 这跟我们中文一样 从右边到左边 这个原先是这样 咋骂 是什么呢 在旧约里面 讲到禁食祷告 主要的从摩西的那个时候 开始 摩西 他上神的山 在那里 还有多少天的时间禁食啊 四十天 有几次啊 两次 对了 两次 有一些人说 可能他四十天的禁食祷告 两次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次是很重要的 他上去的时候把耶稣亚留在 这个 半山 他为什么这样呢 他一个人到神的面前 他安静等候 他要有神的话 因为他无法带领以色列人 出埃及 告诉他们神的律例点章 神必须亲自说话 于是神亲手刻在石板上面 十条诫命 让他带下来 可是下来的时候 百姓跟 亚伦 他们却住了金流堵 他们 亵渎神 说神就是这个 带他们 出埃及的神 就是这个金流堵 因此 摩西非常的愤怒 就把那两块法板砸掉了 这时 神并没有对摩西生气 摩西第二次 到山上去的时候 他是这样的谨慎 他因为 他求过神 求神赦免他们 不然从神的策上 涂抹他的名 所以摩西上去的时候 占尽恐惧 他去的时候 可能到二十天 三十天 还没有消息 一直到四十天 神又把那个石板 用他手指写的 斑铺下来 给了摩西 亲爱弟兄姐妹 四十天 为什么四十天 这一个长时间的禁食 是因为四十 在圣经中 代表着一个 受考验 使人的肉体 受到 在灵界的攻击 能够胜过 必须坚持的时间 摩西两次 在圣经上面讲了 他没有吃饭 也没有喝水 好 我们下面来看 长时间的禁食 长时间的禁食 刚才讲到摩西 他去如此的做 后来还有一位 叫以利亚的 他也做了 以利亚 他要得到能力 是在加密山上 他与拜巴黎的先知 在那里征战得胜 将他们四百五十人 全部击毙以后 亚哈王的王后 也许别要他的命 他就非常的恐惧 于是 他就逃走 在罗腾树下 求死的时候 天使来 把他拍醒 然后让他吃了食物 这个 仗着这食物的力量 有四十天 到神的圣山 今天我们也会 遇见一些挑战的时候 是神让我们休息 然后再次 休息 以后就开始奔跑天路 我们就如荫展自上腾 我们需要等候 等候神 这是在旧约里面的一个禁食 但是这个禁食 还有一些是叫做感恩 纪念的禁食 大家记得 有一群人 他们是纪念 扫罗王 扫罗王 曾经救过 基列亚比人 他们那群人 要被敌人 把他们的勇士的右眼 全部都挖出来 原因是 让他们无法射箭 无法征战 但是扫罗来救过他们 后来扫罗王 跟他的众子 都在基列波山上 被非力士人击败 全部被杀 扫罗伸手异处 被挂在波山城墙上 结果谁来拯救他 乃是基列亚比人 他们就走了一夜的路 他们的勇士 他们将扫罗的私生 拿下来 从城墙上 并且禁食七日 那是一个怀念 感恩的一个纪念 然后我们再看一个 禁食 它是新约里面 不但要禁食 而且要亲近神 这个亲近神 是有一个极大的渴慕 要跟神 在灵里面合一 我们与主一同受苦 是什么意思 就是耶稣基督所受的这些 我们能够理解 他所受的痛苦 鞭伤 他为我们受的屈辱 是什么 保罗就说 我已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加拿大书二章二十节 今天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对不对 他说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是因神 儿子的信实而活 有人翻成 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其实是因神 儿子的信实而活 因他爱我 为我舍己 今天有许多的人 知道要与主一同受苦 但是没有真正的知道 基督为我们受苦 有多么的疼痛 有多么的 这样大的苦难 有多么大的征战 因为这是在耶稣与魔鬼 四十天征战的时候 耶稣要能够胜过 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面 顺服神 完全顺服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今天我们是否也愿意 这样的亲近神 悲食之下 曾经在十三世纪 就是在1182年 一直有一位 活到四十四岁的 就是圣法兰西斯 他曾经在一个 吕家湖的一个 无人的岛上 他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在首大灾期的时候 在Ash Wednesday 就是把他送到那个岛上去 一直到后来 这个圣礼拜四的时候 才把他接回来 一共四十天的时间 他在里面禁食 祷告 亲近神 那些人才开船去 把他从这个无人岛里面 接回来 当时他去的时候 带了两个面包 他回来的时候 他们发现只吃了半个面包 为什么吃呢 有人有这样记载 其实那半个面包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是非常谦卑的 因为他的主四十天尽死 所以他效法主的形象 但是他知道 他行不了主所行的 因此他还是吃了半个面包 这样子他不至于自高 今天有很多的人 讲了一些事情 好像他比主耶稣基督还伟大 其实我们够不上主的万分之一 我们需要谦卑 这里我们看见 后来在他禁食的地方 神行了许多的神迹 接着我们来看 在禁食是认罪 是求神来帮助我们 我们会发现 我们这些人是有罪的 在撒末尔记上 来看见这一段的经文 讲到的是什么呢 讲到撒末尔 那个时候遇见仇敌来攻击的 他们 他们无力抗拒 就在米斯巴当日禁食的时候 他们说 我们得罪了耶和华 于是撒末尔在米斯巴那里 审判以色列人 就是做了他们的事司 也就是说将来 以色列人要借着这一位事司 神所兴起的领袖 从但到别斯巴 所有的人都知道 神借着撒末尔所说的话 一句都没有落空 因为神要使用他的仆人 要带领 会众 禁食 祷告 认罪 悔改 让他们 可以从仇敌的手中 被挣脱出来 这乃是一个预表 今天我们也在撒旦的权势之下 我们是不是知道 我们愿不愿意 让神的能力显出来 那我们需要认罪 禁食是感恩的一种纪念 我们刚才已经讲过这一段 讲过这一段 就是激烈雅比人的 是 所以我们就不讲了 新约的禁食 我们看一下 新约的禁食 Nestory 这个字 不是 在中文的圣经都翻出来的 所以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 就是除了耶稣基督 四十天的禁食以外 在新约里面 还有很多禁食的例子 但是我们千万要记得 禁食绝对不是一个律法主义 是律法的规条 乃是我们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 因此如果神要做大事 他就会让你能够禁食 让你知道要禁食 在神学院里面 我读神学的时候 有一些同学 他们遇见属灵的征战 而且就是当时才发生的 我们并不知道 但是神会先放在我心里说 今天不要吃饭 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不要吃饭了 然后等一下就来了 就要去为他们祷告 他就有一个属灵的大的征战 甚至关乎生死之间的一些事情 就发生 所以这是神发动的 我们今天如果真是敏锐的 知道神在这个世代里面 要让他的众儿女胜过撒旦 胜过仇敌 胜过世界 胜过自己的天然生命肉体的话 你必须在你自己愿意听见神的声音的时候就去行 很多人说 为什么神没有跟我讲话 只跟你讲话 因为常常我们听到神的声音 我们不去做 那神为什么要跟你讲话 要让你定罪更多 不是的 神让我们能够听见 有愿意去行的人 他就会让你听见 我们必须要听见神的声音 因为主说 我的羊 听我的声音 我是好牧人 今天我们听不见神的声音 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我们今天听很多人的声音 甚至非常非常的骄傲拒绝听神的声音 在我们中间 我一直在为我们的主日学来祷告 特别是在成人主日学 在暑假的时候 我希望更多的这些老师们能够休息的时候 不要忘记要来听 很多人觉得说 他什么都听过 他不需要再听 所以 这个就是他放假的时候 在家里面多睡几个小时的时候 这是非常非常奇怪的一种想法 不过我这次到外面去宣教的时候 我倒是定义的求主 给我们看见有很多的地方 可以让我们这些认为 自己不需要再学的人 可以去教 我遇见很多的地方 人家说 请你们打发那些很会教的人来 我说我们这边有很多很会教的人 但是他们不会学 只会教 他们说我们不要这种人 哪里说不要学就会教的 过去所学的 今天没有用 天天都要学习 我在华府中国教会服事的那几年 我们有政道 那个时候就是台府审讯院 他们有这些讲员 来教神学 延伸课 他来我们教会 因为我们给他们免费使用 所以我去听也是免费使用 去听的 他们非常欢迎所有的牧师都去 在那边二三十个教会里面 后来大概 只有我一个牧师 是去的最多了 其他的偶尔去一两次了 有 但是常常不去的 完全不去的 占绝大多数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人都认为自己不需要再学了 这是非常错误的 是 我们每一个祷告会 在教会里面我所知道的 我们有时间的 我通通去 因为你可以听见弟兄姐妹的声音 你可以听见人的需要 而不是说我都知道了 我都会了 任何人讲什么 我 只要 是我讲我就高兴了 是别人讲 我就不要听 这样的一个情形就是代表着什么呢 我们要积极发展宣教 让更多这样的人出去 他知道他出去以后才不足 我这次出去 要讲那么差不多将近 这个六十九堂 我深深的知道自己是不足的 常常在神的面前祷告 因为下面的很多的人 他们是经历了生命的考验 而且他们都是带领教会 他们经常讲到的 但是我们要晓得 我们要学习 要谦卑 要在神的面前 才能够蒙祝福 所以这个近十祷告 是让人谦卑下来 要对付我们这个天然生命 最厉害的一个仇敌 就是肉体 就是我们这个人至高至大 不认识神 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 好 我们稍微看一下 这个新约的近十 刚才讲过 是决定大事 教会最大的事情 就是监督牧师长老的设立 这是最大的事情 决定这样一个大事 在他们初期教会 是要近十祷告的 他们近十祷告 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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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丽 长老 近十祷告 要交托 给所信的主 今天我们可以随随便便的做一些事情 彼此中间还没有沟通 还没有同意 彼此中间还有难处 我们要去做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 我们已经 没有遵照 神 自己圣经上的原则 我们需要非常 谨慎 在这些事上 我们 也为 神 在我们中间要兴起 大的作为 将来要很多的人 变成主的 仆人 死女 特别是 有一些的人 传福音的 靠福音养生的 我们预备好他们 我们把他们送到 不同的神学院 接受造就 这次我去的地方 他们的造就是 四年 在圣经学院的造就以后 还要三年 在硕士班的造就 好 我们再来看 这一个 祷告 要专心的祷告 为什么讲这个 专心的祷告 我不晓得 其实我不太喜欢用这些 因为有的时候会 有一点点打岔 专心祷告 就是说 在圣经里面 有一段的时间 你要分别为圣 专心祷告 哥林多前书七章 第五节那里讲到 这个希腊文的原文 里面讲的是 禁食祷告 不只是专心祷告 是禁食祷告 因为这是一个征战 那我们再看一个重点的 一个侍奉 这个 在一群人 祷告的时候 在 他们 可能有不死 就是不吃东西 什么叫做不死 不吃东西呢 就是保罗说 他被鞭打 被监禁 他被 有一些骚乱 他勤劳 警醒 不死 这个不死 不是说没有东西吃 乃是禁食的意思 这个字是禁食的意思 要靠着 禁食 在征战中 能够得胜 所以他多次不得死 在更多后书 一章二十七节里 所以我们今天 要晓得 我们要 真的要长进 有的时候 不是说 有一些人 要用几个原文 来吓你们 只是说 我们真的不晓得 圣经上面讲的 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 我们需要 知道 他原文里面 讲的是什么 在那边 有很多的牧者 我有机会 跟他们一起交流 这次也看见了 差不多两百个牧者 他们聚在那里 他们很多人 早上 他们的灵修 是用希腊文的圣经 来灵修的 感谢主 求神 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 让我们真正的 不要以为 我们什么都知道 什么都不要听 这是非常 严重的一个病 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 进食祷告 是需要有操练的 这个操练是怎么样的呢 在史图行传 第27章第9节里面 讲到了 有一些的时候 是要定期的日子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 我们吃东西少吃一点 也算进食吧 可以 有一些说 我不看电视 也算进食吧 也可以 这些年我们信主了 超过这个40年来 我们家里面 没有装过cable 但是现在当然 你说现在都不需要那些了 以前没有就是没有 就是不要看了 什么都不要看了 我不是说 你们不要知道新闻 但请问你们知道 世界上所有的新闻 你能影响到多少 我们需要知道 我们需要知道 为国家的领袖祷告 为中国的 为美国的 我们需要知道 要为他们祷告 要让他们做敬前人 敬畏神 要让他来 关顾到 这个百姓的需要 这是我们需要做的 其他我们 不是要 什么事情都知道 我们知道 真的对我们的灵性 有多大的帮助呢 还是我们 根本就不关心到 我们弟兄姐妹的一些需要 求神帮助我们 好 我们看一下 禁食的节起 禁食有一些节起 在十六七章第九节 里面刚才讲到 那个禁食的节起 是犹太人知道 有一段时间是要禁食的 他们传统是如此 我们今天 如果你可以的话 从今天开始 一个礼拜选一餐 好不好 选一餐 真正的安静下来 禁食祷告 不要禁食不祷告 那叫挨饿 你要真的愿意来祷告 来到神面前安静 定期的祷告 好不好 我们看一下 定期怎么祷告呢 初世纪外邦人 他们像 哥尼流这种人 还守的什么祷告 生出的祷告 他一个时间是祷告 但是这个原文中间 在使徒行战 第十章三十节里面 讲到 他是禁食的祷告 今天我们可以说 我随时都要祷告 我吃很丰盛的饮食的时候 我多么的感谢神 我都在祷告 没错 但是你要禁食祷告的时候 你就不能在这样的情形上面祷告 有很多人 也是说 我的身体三高 我们说 那你就多禁食祷告 可能可以帮助 如果你拼命吃 这个三高 可能要除掉了 这可能性不大了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 这一个 祷告 我们有一个重点 你晓不晓得 我们的等候主 耶稣基督再来 等候祂的再来 你愿意 等候祂的再来吗 耶稣说 跟门徒说 日子将到 祂要离开 因此这些人怀念祂 纪念祂 等候祂 今天很多的人 没有天天在 等候主 的再来 你要晓得 那日子那时辰 没有人知道的 但是 我们是不是一个 等候神的人 主如果今天晚上来 你会觉得如何 你会不会说 跟主能够交账 把你的精神 力量 金钱 把你的学问 把各方面 为神的国 你败上了多少 你说 我再等一段时间 很多人就等到 最后就没有了 昨天晚上 我才听见 有一个同学 是我们在大学 里面的同学 他 离开世上 我们分甲乙两班 我们的乙班 已经走了好几个 我们甲乙第一个 走了 已经走了 没有机会了 有时候我们就说 我们中间有那么多 基督徒来美国的 差不多都信主了 为什么 都没有好好跟他传福音呢 我见过他几次 跟他讲讲 那他不想听的样子 我们就算了 对不对 这只好算了 但是 他真的走了 我们的感觉怎么样 当然 我相信 神也许 还是拯救了他 在我们不知道的时间 用不知道的人 来做这样的工作 已经 对我们来说 这个机会就没有了 圣经上面有写 要我们 要谨慎 不要像 那个教会 非拉铁肥的教会 神说 你不要让别人 夺去你的冠冕 也就是说 我们不做一些事情 神会去做的 神会去 兴起别人来做 好我们看一下 进食祷告 是跟这个 征战有关系 就是灵界里面 有极大的征战 在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就站在 得胜的那一面 我们不祷告的时候 我们属肉体的时候 我们就在 被邪灵 污鬼 压制的那一方面 所以今天 我们看见 罪恶 要被捆绑 所有一切 神的祝福 要释放的时候 我们需要 在神里面 来进食祷告 看一下 有这个 致病赶鬼 致病赶鬼 的这个祷告 耶稣基督教导门徒 就跟他们讲 这个 熟灵征战的时候 有一种鬼 若不进食 他就不出来 当然 还有很多的时候 我们看见 这个 灵界里面 那些 撒旦 盘踞的地方 需要 进食祷告 才能赶出来 耶稣基督在地上 传道 致病赶鬼 三件事情 从一开始就做 到最后还是做 最后几天 他说 告诉希律那个狐狸 这两天 我致病赶鬼 然后我的事情 到时候就成就了 所以 保罗 如此 彼得如此 众先知 以前 也是如此 在使徒行传 无论是 刚才所讲到的 这些古圣先贤 他们 传道的时候 带有能力 我经常 在 宣教的时候 我就发现 没有能力 人来的也很少的时候 唯一的秘诀 人家就说 你的杀手剑拿出来吧 我说我没有杀手剑 我只有一件事情 要知道了 我就进食祷告 以前我出去 大部分的时间 禁食祷告 在宣教的工厂 人不来 禁食祷告 人就来了 真的 神迹其实就发生了 真的 我们中间有一些人 看见 我们到家机的时候 有一位 武长老 他带着他的爸爸 要到 这个医院 来 癌症 腹解 但是呢 他很希望 他的父亲 能够受洗 他就在 坐车 到医院前 就说 希望今天 能够遇见个牧师 结果 他一进大门的时候 看到我就 叫我 我想他很 大的一个 这个灵里面的 看见 或者是 他根本不知道 他在做什么 我怎么可能在那里 见到他 他是我们 华府中国教会的 长老 我们已经分开了 一段时间 他家就住在家而已 但是 他从来没有 带他爸爸 去这个医院 也没有在那一分钟前 要讲 要找一个人 私洗 我是第一次到家机 从来就没有去 那天 站在门外 是因为要 等车去太保教会 只有十分钟的 那一段时间里面 就看见他 然后就进来 我们就去 为他 父亲找了一个 牧师 跟我一起 两个人 为他父亲 施洗 感谢主 在宣教的工厂 你想这样的一个 是亿万分之一的 几率都没有的事情 就会发生 我们需要知道 当时到 这个法国去 传福音的时候 当地的人 法国人 他们有很多人 有病的 有被归 这个辖制的 因为他们生活淫乱 他们做了一些什么事 我不知道的 但是他们知道 那个鬼在他们的身上 我讲完道以后 为他们祝福 以后 他跑过来 冲过来 跟我说 鬼走了 鬼走了 我说什么鬼走了 借着翻译 因为我还是懂一点英文的 他们就讲这个 他们也会一点英文 所以 他就说 被赶出去 为什么会赶出去呢 这么多年 他说 他跟了我十几年 日夜都跟着 但是现在他走了 他非常的兴奋 我们看见 这就是 在进食祷告的时候 神做的事情 当然 我没有说 将来 我们现在在Fremont里面 把那个鬼妇的人 统统都带来 但我们教会 我们不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 我们需要知道 你必须是一个 进食祷告的人 所以我们去了 那边的一段时间 他们从一个基督徒 中国的基督徒 都没有的 我们一共四次的短旋 带了七十个人 信主 甚至受洗了将近四十位 后来那些没受洗的 因为他们说 没听过孙雅各 所以 他们说不晓得 这个事情怎么样 他们还 讲了半天 后来饶孝吉 亲自去看过 以后 他决定也为那些事情 我们不是随便 要人家信主的 我们讲福音 一天十个小时 就这样讲下去的 不停地 他们过来 我们为他们做饭菜 孙师母跟我们去的时候 做到晚上 眼睛都闭了 还在切的 还是买菜 做给他们吃 全部都是中国大陆来的 学生们 他们信主 这都是十多年前的事 这些事情是实实在在发生的 请我们大家注意 这个致病 赶鬼 还有面对强敌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呢 在犹大王 约沙法 那个时候 有强大的外面的军队来的时候 他无力抵挡的时候 他就宣告在犹大全地 进食 今天我们如果真知道教会的光景 有一些的难处 我们彼此中间 有一些无法跨越的 这个鸿沟 我们中间 有一些的弟兄姐妹 他们没有办法 胜过他们在生活中的压力 精神上面 身心灵的压力的时候 我们需要进食祷告 我们有一些的弟兄姐妹 他们的配偶还没有信主的 多年都不能突破的 我们需要进食祷告 所以这些 我们需要了解 还有一些 当然就是生死之间 这个比较常见的 就是在 以示帖记里面讲到 哈曼要除灭 犹太人 莫迪改 要以示帖进宫 以示帖说我不能进去 我要冒生命危险 但是他 莫迪改告诉他说 你必须去 今天 胭脂里得了王后的位分 不是为了今天吗 你如果不去 你和你的全家都要灭亡 但是拯救一定会来的 于是他进去 他说一个条件 我的宫女跟我 一样进食 跟苏山城 所有犹太人 三日三夜不吃不喝 就做这件事情 于是他就围猎 进去 见王 他们的例子是什么呢 就是说 如果王没有生出金杖 谁擅自入 这个王的面前的时候 就立刻被处以死刑 他是冒生命的危险 这个生死之间的时候 是需要祷告 我们今天不晓得 我们所面对的是 生死之间的问题 所以我们很轻忽 我们都认为 可以不重要 所以教会的光景 我们做长老的 做牧师的 做传道的 我们要很小心 因为西伯来书 第十三章里面讲的 你们要为这些人 要交账 要警醒 是要交账的 所以有很多的时候 其实我不瞒你们说 我都很希望 你们说 我们不需要 这个孙牧师在这 把他Vote out 多来几个空票 不要他在这里 可能更好 因为我就不要负这个责任 因为这些 孰灵的这种光景 这种责任 是在我们身上的 所以我们需要 彼此的代道 所以保罗才会告诉人家说 为我祷告 我们需要为 神的仆人们祷告 这是圣经上面讲的 我们算不得什么 我们都是软弱的人 我们需要人为我们祷告 我们不需要 太多的人在后面 指指点点 在攻击 在破坏 这些我们都是世上的人 我们都经过了很多的 不需要再多一点的说 让他谦卑一点 你不需要让他都谦卑一点 我们大家都要谦卑一点 让神的国度可以扩充吧 我们今天唐崇荣要来 也有很多人不愿意支持 就说 让他谦卑一点 让他谦卑一点 让神的国度受亏损 没有益处的 我们需要 真是同心合意来做这些事情 好 禁食祷告 有什么时刻呢 有什么时刻呢 这个时刻 我很快地讲一下 就是哪一个时间 哪一个时间 跟时机不一样 时机就是说 是一个 你没有掌握住 就过去的 时间是神命定的 这一个时间 时间上的一点 我们看一下 这个 耶稣基督 他到旷野市 被圣灵引导 那是圣灵的时间到了 耶稣基督要出来 执掌弥赛亚的王权的时候 必须败坏撒旦的权势 所以他要在这几件事上 能够完全胜过 所以撒旦就退后 今天我们看见 撒旦在旁边 这里戳一下 那里弄一下 来攻击我们的时候 我们完全不知道 甚至还彼此攻击 我们看见说 彼此遭难的时候 就高兴了 这是完全属天然生命 肉体 这个旧人 在里面发作的事情 我们要纪念神的恩 刚才已经讲过了 以色帖完了以后 他们有一个 这个普尔日 就是在那日 他们要做什么 他们 他们在那边做什么 他们进食 他们纪念 神拯救他们 今天神拯救我们很多 是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拯救了 我们做了好多的事情 都是枉费了 好多的事情 就说 怎么会这样子呢 十几年 二十几年 这个 好多的机会 都浪费掉了 为什么呢 因为被黄虫男子 骂杂 剑虫 吃掉了 神兴起了各样的方式 让我们警醒 我们不警醒的时候 你就会看见 我们所做的这些 装在破漏的口袋里面 你越存越少 甚至有一些人 什么都没有了 为什么 因为他不愿意给出去 神也只好帮助他 让他少一点 免得将来被审判那么大 对不对 外面的人那么像的需要 他们在神国度里面 有这么大的需要 我们在这里 有最好的 所有一切的供应的时候 我们没有尽我们的本分 所以神也只好 让仇敌来 让我们经历苦难 转向神 好 我们看一下 领袖是宣告的 以斯拉 他宣告进食 今天 教会的领袖说 你们都进食一餐 你们说 我为什么要进食一餐 我为什么要苦待自己 我不要 就算我要的话 其他人都不要 我们团契人都不肯 所以我们每逢团契的时候 必定吃得很好 但是 有没有说 在某一次 我们聚集 说 大家都一起 不要吃吧 我们为了一些事情 来迫切的祷告 可能 以前有比较大的事情 像911发生的时候 有人进食 完了以后就不再进食 我们再看 在你我进食祷告的 这个时机是什么呢 就是有一个迫切的心 要在 面对这个危难的时候 有属灵的看见透视 所以我们看一下 在危难里面 要知道是一个危急存亡的 一个时候 这个 我们 要掌握这个时机 来进食 在痛苦里面 尼西米看见了 这个 他的见证被破坏 城墙又是见证 神的这个城墙 破坏 他就坐下哭泣 悲哀几日 在天上的神面前 禁食其道 我们有没有这样 那保罗为了教会的事情的时候 他常常 昼夜流泪 劝戒他们 我们今天有没有 有没有为教会的事情流过泪 可能为我们有一点损失 或两个人夫妇吵架 吵得流泪了 要神去处罚他 对不对 处罚另外一边 为他生缘 可能这个流过泪 有没有为教会 竹林这种 低落荒凉的光景 来流泪 我们受到弃压的时候 仇敌来攻击我们 像沙摩尔的母亲 哈娜一样 她受到攻击 皮尼娜攻击她的时候 她就进食 她进食的时候 神就做大事 因为她就会把她 苦苦求来的孩子 奉献在神的面前 于是沙摩尔就活在神的面前 神就得着一个人 是借着这个危机 禁食的时候 而做出的事情 我们家也有两个儿子 在服侍 但是他们服侍 都也会经过了很多的艰难 甚至有很多人还在那边说 看他们将来如何 我没有要他们去做任何的事情 也不是他们来帮我做的事情 他们是应着神的恩典呼召 来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他们的support 这十多年 他们合起来 不算 如果圣经学院也算的话 差不多二十年 全时间的这个时间 我是亲自的在support他们 为什么support他们这件事情呢 因为他们在俗天的征战中 他们所面对的 这个未来的这种 是更大的攻击 因为这个世代越来越知识爆炸 越来人心越是败坏 同性恋这些 都是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不惧怕任何的事情 好 我们再看 在忙碌中 有没有人因着忙碌 就不吃饭了 有没有 耶稣有 保罗也有 很多的人都有 我们也有 我们很忙碌的时候 我们就禁食吧 禁食 其禁食祷告的果效 我们很快地看一下 你要得到主的赏赐跟称赞 这个果效怎么衡量呢 我们需要知道禁食祷告 神就应允我们 应允我们 好 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 听到圣灵的声音 你可以听到圣灵的声音吗 圣灵跟你讲 你听到吗 当我要出来 师奉的时候 我们要几天的禁食 几天禁食 我们禁食的时候 听到神的声音说 去 我来这个教会的时候 禁食 禁食以后 神告诉我 这四年要达到的是什么 我才敢讲出来 告诉你们 全部写下来的 给所有的中英文 就告诉大家 到哪些事情该怎么做 哪些事情需要做 而且到哪一点 我怎么敢讲 但是神有话 我就说 今天我们一起 来到神的面前 都是要这样 这个长时间的禁食 是需要操练的 不是任何人都可以随时四十天 我有过七天的祷告 十四天的祷告 也有过三天不吃不喝的 这样的一些祷告 那些长时间的 必须喝果汁的 我曾经四十天禁食祷告 是一个很大的 熟灵的征战 但是我没有在祷告以后 我见到耶稣 但是那个被祷告的人 他见到耶稣 他终于降服 终于归向神了 他是得到脑里面的癌 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年轻人 比我还小一点 但是他得了绝症 因此他 在我们祷告的时候 耶稣基督拯救他 脱离地狱的火 因此在我当时服侍的教会 就是李建平 吴秀锦 他们那个教会 我在那边服侍的时候 我们那边有很多都是 头脑很大 很优秀的这些人 中间 经着这个人信主了 以后他做了见证 好多人 那些不肯信主 那些先生 头脑很大 那些先生 通通来受洗 来了好多个 求神真是帮助我们 要知道 这个禁食祷告 是神发动的 是神要成全的 第二个要明白 这个意象的启示 但一里就是 他在禁食祷告的时候 他就明白神的心意 我们今天 刚才我讲了 我还要讲清楚一点 我四十天 是有喝一点果菜汁的 到先前是没有 后来 不行了 因为我开车 还要做工 还要服侍教会 所以我经过我的家 三个站 我都不知道 已经经过了 所以禁食祷告的时候 不会让你说 跟以前一样的 但是会让你的灵里面 非常敏锐 可以让你知道 你的性命都在所不惜 你不信的话 你禁食二十一天 二十八天以后 你就会想到 你这个人可能会死了 你还要坚持 还要继续 还要祷告 下去吗 这些 你们没有听过 我也没有讲过 但是 今天我觉得 需要跟你们 稍微有一点分享 第八是禁食祷告的总结 要让我们的身体成为义的器皿 让我们合乎主用 所以禁食祷告绝对不是义物 也不是因着我们这个人要在人的面前 引人注意 禁食祷告 乃是实实在在的要做到下面四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真知道我们肉体的这个私欲 你需要知道 我更需要知道 我是一个属肉体的人 是一个软弱的人 是必须要对付我的天然的骄傲 肉体 自我 必须要对付的贪婪 解岛 这些 每一个人都可能发生的 我们必须要被对付的时候 以赛亚书五十八章就讲的 不可在禁食的日子 人求利益 我们多少人还在求利益 逼迫人为我们做苦工 互相增进 以凶恶的拳头打人 这是绝对不可以的神 不喜悦的事情 第二个 我们要实践真正的善行 这个真正的善行 有果效的 禁食是有行动的 这个行动是什么呢 这边 以赛亚书五十八章第六到第七节 里面这样的告诉我们 就是我所拣选的禁食 就是要松开凶恶的神 和一切的恶 就是把你的病 分给饥饿的人 将漂流的穷人 接到你的家中 剑赤身的给他一服遮体 要顾絮自己的骨肉 不是眼面不看 我们今天真的是眼面不看 我们都是在华人中间 一百个人 也没有一个人 有我们这里平均的人的福气 我们需要真的知道 要怎么样 要实践真正的善行 最后 有经历生命的改变 这是非常重要的 真正的禁食 必会带来生命的改变 这个生命是怎么改变的 你的光 必然会发现 如早晨的光 你所得的医治 要速速发明 你的公义 必在你前面行 耶和华的荣光 必做你的后盾 这是神的应许 我们需要 最后 我们看 是满得神的祝福 这个人 就能够亲近神 神将自己的同在赏赏赐 能力都赐给真正超炼 进食祷告的人 你求告 耶和华必应允 你呼求 他必说 我在这里 求主帮助我们 最后 我们看到 在圣法兰西斯 他有一个 求神 让他来经历神 让他渴慕神 让他来经历神 为我们 降世为人 耶稣基督所受的这种痛苦 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渴慕 有一次 在他禁食祷告的时候 他身上出现了 耶稣基督所受的五伤 五个伤口 感谢赞美主 我们需要与神的苦难联合 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父神我们感谢你 在今天这一段时间里面 让我们来经历到 你在圣经中何等丰富的应许 就在 我们这个人愿意顺服 并且对付肉体天然 一切的狂傲 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 谦卑自己 接受主 你自己给我们的恩典 让我们的教会 成为主耶稣基督真正做头的教会 让我们每一位都学习行公义 好怜悯存千辈的心与你同行 谢谢恩主 随听我们的祷告 赐福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家人 跟他们手中所做的工作 求主你建立 谢谢恩主 随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祷告感谢 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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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